已经超过3700万 稍后一下他就会来到我们的台前 对我来说音乐一直是我能够很诚实的 而且比较没有任何保留的一个途径 去抒发自己的感受 很多时候抒发完了 自己心中的一些结也可以随之而解开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张专辑呢 整个制作的过程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缓解 释怀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我在不同的时候是不同的动物 就是我偶尔我觉得我像羊一样 我比较宁静 就是我在家里面我宅在家的时候 然后舞台上我觉得我可能是狮子了 就是比较奔放一些 然后如果我受伤的时候 通常我第一反应是一只猫 就是我不会太表现出来我自己受伤了 对 在专辑里面也的确有写我自己的感情经历 什么动物啊 谈恋爱的时候当然就是小鹿 小鹿乱撞 撞哪里啊 乱撞 对啊 对对对 你的手也可以按一下 对那我们从右手边这个地方开始 这整个新的城市 我现在最崩溃的就是觉得我自己就是只有一双手 然后觉得只有每天只有24小时 可是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去面对要去完成 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吃力的一点 对 所以你要念大师是大叫吗还是怎么样 我真的会大叫 真的吗 我身边的人常常都听到我突然在酒店就 啊 对 对